原来最有用的电话是国家电网 有网友分享 小时候只要一停电 他就打95598 没想到有次镇上供电所所长 居然亲自给他打电话 让他记住手机号 以后停电直接打电话 他拿着是炫耀了十几年 直到最近才知道95598 根本不是服务电话 而是投诉电话 据说只要接通一次 负责骗区的电工就要扣50 所长岂不扣500 好家伙 国家电网的讨核机制 竟然这么狠 这时就有小哥现身说法 当年就打了一次 结果管电的是他大伯 密码被扣了钱 然后他大伯救 满大街追着他打 但不得不说国家电网的 这一波无差别攻击 直接让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小姐姐说他家骗区 新来的电工大叔 为了防止有人打这个电话 每家每户上门送了张名片 但凡遇到停电 或者即将停电 他都会在群里发 至少两条59秒的语音 与其态度那叫一个好 平常有事没事 还把他手机号 往群里发一发 说有事给他打电话 24小时不关机 然而更离谱的还是 下面这个小伙 他跟物业发生了矛盾 导致家里水电停了好几天 片区的电网工作人员 不敢得罪物业 也不给他送电 于是他就一天两遍 打95598 后来当地电网 立马给他在隔壁小区 租了一间房 水电物业都提前给他交买 让他先去住 啥时候把电通上了再回来 只求他千万 别再打电话了